我在菲律賓到了兩個 身為潛水員一生必來的世界級潛店 在不到10米的地方 馬上就看到第一隻腸尾鯊了 這幾隻潛水一來 它從頭到尾都會把你服務得非常的周到 哇 鞋也會幫你穿 這個門門鎖壞了 剛剛有人打開了 我現在要找邊底門 邊洗澡 這一切都太荒唐了 你看我的嘴巴這邊全部都紅掉了 剛剛全部都是水母 好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軒 前陣子我到了菲律賓念了兩個月的語言學校 其實平日大部分的時間 生活圈都在學校裡面 因此每個週末呢 我都很把握機會去到不同的地方跳島 那這支影片呢 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在菲律賓到了兩個 身為潛水員一生必來的世界級潛店 一個是莫堡的超壯觀沙丁與風暴 以及斯瓜島全世界極少數地方才有的長尾沙 這兩個地方不到10米就可以看好看滿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潛水 絕對不可以錯過這支影片唷 早安 今天呢要去水飛潛水 現在太早了 有我們住的地方對面這間有吃的 我們要去吃老餐了 我們今天早餐來到我們住宿對面的這一家 感覺像是雜貨店又像是餐廳又像是不知道什麼店的地方 大概早上幾點就開了 他的咖啡是雀草的基隆咖啡 我們跟他點那個黑咖啡跟熱拿鐵 他們就直接去旁邊他們那個雜貨店上面 就秀給我們看說是哪一種基隆咖啡 我覺得好甜喔 有點偏甜 三個人點了一個香蕉鬆餅 他們兩個要去補潛 我要去潛水 所以不能吃太飽 嗨 友喲 嗨 這邊有很多人在旁邊浮潛 旁邊浮潛 墨寶一年四季都有機會可以看到沙丁雨風暴 而且不到10米的地方就非常清楚了 在這裡光是浮潛就可以看到像龍捲風般成千上萬的沙丁雨 銀色鱗片在眼前一閃一閃的真的非常驚艷 第二潛的時候教練也帶我們去看看其他的魚 珊瑚也可以看到很多海龜 之前幾次在菲律賓水費潛水的經驗就是 有些潛店雷雷的 有些道歉也不會到真的太注意你的人身安全 那這次因為日本同學找了日本的潛店 他們潛店真的還蠻趕緊的 注意的細節也蠻多的 教練帶領的方式也讓我很放心 所以我蠻推薦這家潛店的 各位如果要來到莫寶的話呢 真的要做好防曬 因為我們這次只來一天 所以想說今天曬一下就算了 這個太陽是直射的 超級大不少 現在呢我們要直接去吃午餐啦 跟大家介紹一下菲律賓菜單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食物都不會拍得很好看 就看起來就非常的畫質不會很好 看起來沒有到非常美味但是就點就對了 好啦我們現在要來吃它的local food了 他推薦的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雞肉跟蛋混在一起 但它看起來很像鮪魚 這個是看起來像打拋豬的豬肉 他又點了一個烤鹿豬的肉 這打拋豬很好吃耶 他們的口味都偏重一點 在吃飯的時候小朋友都會來推銷 souvernier oh it's popular 每個人都說自己最便宜 到底哪一個最便宜咧 那個 我們現在呢 Amber要騎摩托車載人 我們要騎檔車三鐵被載 OK 好啦店長 我們來到白沙灘看夕陽的地方 這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在下面游泳 遠方呢就可以看到一些透明獨木舟 有人在滑獨木舟 那這邊看夕陽真的很漂亮 只是這邊也是一個遊客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外國人你來這邊 就又會馬上會當盤子 就會有一群導遊來跟你說 你明天是什麼行程啊 想跟你推銷行程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拍照還不錯啊 這沙灘是屬於那種貝殼沙比較粗的 所以有時候踩到腳會蠻痛的 這次住的背包房呢是台灣人開的 店長的是菲律賓人也會講中文 所以就還蠻方便的他的背包房 其實就跟台灣很多的背包房的形式很像 重點大家猜一下這邊一個晚上多少錢 他一個晚上呢只要240塊台幣 240塊台幣喔 那大概是一般台灣的半價 給大家看一下床位好了 他的床位呢是有簾子的 他的樓梯是這種欄杆式的 他的床呢因為這邊其實蠻熱的 所以他的被子就只有薄薄的 就是這樣一塊 上面有一個層板可以讓你放東西 還有一個小夜燈 旁邊呢都會有兩個插座 再來呢 每個房間就會有這個簡易的洗繡台 如果你沒有牙刷的話 這邊十批鎖非常的便宜 廁所衛浴呢也就是簡簡單單的衛浴 這樣子 長這樣 大家晚安 但是現在晚上10點 剛剛呢就因為會變太熱了 然後我們看完夕陽 這邊店長就帶我們去附近一間 很有名的餐廳吃晚餐 我們住的地方呢還有賣雪花冰 我的同學叫我一定來這邊必吃的椰子冰 因為他照片上面呢是有一顆椰子裝著冰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沒有椰子 就用白色的碗裝 現在看起來非常的白 好 現在要吃吃看了 它是椰子雪花冰 因為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它是椰子的整個融合在雪花冰裡面 不會很甜 很清爽的感覺 因為想說這個時間點吃冰有點太晚了 所以我剛剛又另外點了一個 燒酒的調酒 來應應一下現在的時間 好不好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莫寶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晚上的來這邊 我覺得氣氛還蠻舒服的 一整條街上也很多酒吧 餐廳跟咖啡廳 所以呢在這邊就跟大家說晚安啦 乾杯 給大家更新一下我最近的牙套近況 我在來菲律賓之前呢 我有特地去回診一下 然後我跟醫生說我會有 一兩個月的時間不在台灣 然後醫生就給我了 最後三副的牙套 每一副呢就戴三個禮拜 反正是戴兩個禮拜啦 那想說戴三個禮拜 就讓它更穩定一點 我現在的牙齒呢 其實基本上呢 很整齊了 只是兩邊的虎牙還是有一點凸出來 所以我就有跟醫生講說 還想要再繼續做調整 現在我左邊的後面牙齒上下呢 有持續在拉橡皮筋 等到我這次菲律賓回去回到台灣之後 沒意外的話我就會即將結束 我長途的三年牙套旅程 終於 到時候呢 還有什麼牙套近況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囉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時間是 凌晨1點47分 等一下凌晨2點的時候 我要從這裡出發 還有6個小時車程的時間 到一個島 叫做馬拉帕斯瓜 就是絲瓜島 去潛水看長衛沙 所有全世界的人 我問誰 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說 馬拉帕斯瓜呢 是你來菲律賓 如果有在潛水的人 一定要去的地方 而且是最值得去的地方 所以 沒錯 我就在兩天前了 才決定這件事情 因為呢 菲律賓真的是算是我 人生第一次 在國外認真潛水的一個國家 我也是第一次為了水費潛水 這麼的著氣 總之呢 這一支影片會記錄 我這一次 去馬拉帕斯瓜 追長衛沙的紀錄 那我們就出發上路囉 太棒了 是大車 可以好好睡覺了 讚讚讚讚 我們的船 是那種螃蟹船耶 我們要帶一個小時 到絲瓜島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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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的船非常的滑 你看他們在上來的時候 我壓下去 整個山下去耶 真的可怕 現在天色有點好涼 剛剛天色有點涼 我們到了 跟大家講的真的是一個艱難的旅程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在會 一定要吃運船 要跟你一定要有外套 因為會有點涼 我們到了我們的resort 就在就是海邊走路 20秒的地方 我們能抵達這裡早上6點 我們能抵達這裡早上6點 真的是好累喔 我在這邊想說 像我就是在車上睡著睡醒醒 反正想說在船上也可以睡一下 但我沒有想到我們搭著那個螃蟹船 晃到一個爆炸這樣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到6點半7點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出發去潛睡了 天空都沒有睡 等安等安 我們要去看鯊魚了 等到大船出發好不好 Oh my God 大家剛剛呢 我在這邊睡覺 然後海 打算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潛下去沒多久 在不到10米的地方 馬上就看到第一隻長尾鯊了 長尾鯊在全世界極少數的地方才看得到 這也是為什麼我身邊所有潛水人 包含我的教練 叫我無論如何都一定要來馬拉帕斯瓜 像交通這麼不方便的一個地方 之前根本就是個荒島 那現在呢 當地的經濟收入來源 幾乎就是靠著鯊魚觀光 來吸引世界各地的潛水客 親眼看見長尾鯊流線型的山區 真的好美喔 他們眼睛圓圓 嘴巴開開的模樣呢 其實看起來還蠻呆的啦 那他們其實是獨居型的生物喔 通常都會一隻一隻 非常溫柔地在同一個區域 流來流去慢慢地轉圈圈 那潛水員們呢 也都是在遠處安靜地欣賞著他們 我們剛剛呢就是一兩淺的時候我們都在同一個地方 黃看的到長尾鯊 我們才下去沒多久吧 長尾鯊就是從頭看到尾一直出現出現一直在那邊轉圈轉圈 只是我覺得今天水沒有到非常輕 所以其實他只要稍微遠一點就拍的沒有那麼清楚 可是長尾鯊本人還是長得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下午我們去到另外一個前店 鑽了一個洞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只是當時留超級強 踢得很辛苦 在鑽完洞後呢其實我耗了很多癢 水當時也蠻濁的 也沒有看到他們所說的另外一種鯊魚 所以沒多久我們就上岸了 所以我剛剛遠光把我們帶來這間房間打開之後 冷氣超爆強冷 冷死了然後就一打開 這房間就只有一張床 沒有廁所 就是一張床 走進來呢有一個小冰箱 衛生紙他們這邊都是卷筒衛生紙居多 就是它有複肥皂跟洗髮精 它上面有可愛的這種潛水明信片 這邊就是空的 非常之簡易 緊張 緊張 這是露室嗎 這是露室嗎 這是露室 露室的露室 是露室 是露室的露室 是露室的露室 是露室的露室嗎 是露室的露室嗎 我看到露室的露室 這裡這裡這裡 okokok 找到了找到了 在這裡那個 簡單的 好啊 你知道嗎 就是來潛水呢 我們就對於住宿的 就不要太要求了 其實它住宿房間很乾淨 就是確定是沒有廁所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門門鎖壞了 剛剛有人打開 我現在呢要找邊底門 邊洗澡 這一切都太荒唐了 現在來到了一個他們 賣很多紀念品的商店街 非常的短 就一小條而已 ok 我想要這個 可以抵抗嗎 對 是 280 115 我可以 謝謝 非常祝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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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要坐那個小船 然後到螃蟹船上面 再搭一個小時的船 去我們的甜點 這整趟最累的就是一隻狂搭船 冰船要真的要必備好幾顆 你看我的嘴巴這邊全部都紅掉了 對 剛剛全部都是水沫 好痛 現在可以害我的手 也溶起來了 超多水沫 紅毛牙齒 剛剛那個 剛剛被水滷這裡 就會比較舒緩一點 我第一次用醋 我大概一年就這樣子 很想講一點的就是 我在菲律賓 就是這幾隻潛水以來 我覺得它跟台灣的潛水有點不太一樣 是它從頭到尾 都會把你服務得非常的周到 在台灣潛水通常都是要 自己裝氣瓶 自己穿裝備 上來的時候也是自己撥挖鞋 它在這邊呢完全就是什麼都幫你穿好 挖鞋也會幫你穿 所以我就覺得在菲律賓潛水會養成 你就是忘記裝氣瓶的工具 我在台灣已經 它不會裝的 想說被教練罵了 想說完了完了 我在來菲律賓潛水 我還是沒有學會怎麼 成全裝氣瓶 服務非常周到 因為每一錢的中間呢 都會有食物跟咖啡 非常好 有啦 免費海豚 滿幸運的 我們要回村的時候 還有很多海豚 謝謝 謝謝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花費好了 因為這次呢 有鑽車從我們學校門口 直接來回街送 加上中間搭船 還有裝備 搗錢 加了錢了五隻 再加住宿 總共是兩萬一匹鎖 兩天一夜呢 其實花台幣一萬多 真的還滿不便宜的 但後來想說 這都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個週末了 下定決心衝一發 看到了長尾莎 其實真的滿值得的啦 在菲律賓的短短兩個月 努力利用每個週末假期 去跳了好幾座島 很開心呢 能夠看見疫情之後 仍有許多自然的生態 被保護得很完善 希望有一天能去到更多更美麗的島嶼 也謝謝你們喜歡 我在菲律賓的遊學生活 希望大家今年解封後呢 都有收穫滿滿的旅程 想要看更多旅遊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加小鈴鐺 也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你最喜歡我的菲律賓哪一支影片吧 我是林軒 下次見囉 掰掰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前半 他是牙齦 所以 他直接攜帶的東西 可以用飲料嗎 對 你還好嗎 我還好嗎 可能我還好 突然間被看針 喔 喔 沒關係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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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牙齊看 被牙齊看 還不是看牙齒 這是我們在那個 剛剛超市買的 醋 因為他們說 在海淡吃到就是要用醋 把他排出來 好嗎 我還好嗎 我還好嗎 搞得很像我出手的模樣 我還好嗎 我還好嗎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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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看起來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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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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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